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這裡呢 你如果要找圖片的話 各位有用過社群網站找過圖片嗎 應該都有對不對 都有那個經驗 請問平常你都怎麼找圖片 蛤 網子找圖都可以 網子找圖 這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好 那 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 大部分我們都是要有關鍵字比較多對不對 好 那 嗯 有些時候 對啊 大部分有的你知道關鍵字 有的用關鍵字找圖片比較快 他那什麼圖案就去找圖片 對對對對對 聰明聰明 對我就是要講這個東西 那 我們一定有個經驗 這個人 我看過 呵呵呵 但是叫不出而已好不好 這個 植物 我都有印象但是我就叫不出來 呵 這個地方我去過 但是我叫不出來 怎麼辦 你要用什麼關鍵字 怕得出來 呵呵呵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以圖找圖 那 以圖找圖的話呢 事實上有幾個 應用的方式 您可以參考看看喔 比如說 您看喔 我隨便找一張 以圖找圖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圖 另外一種是什麼 這張照片是你自己有的 網路上並不見得有 好 並不見得有 那比如說我來找一個 看一下 對對對 我這邊 我看看 這個 我找個圖片 好 這裡有一張 我把它拉過來 比如說我找 我想找這一張的話 我想找這一張的話 你怎麼知道要找什麼 你也許會找 i-screen對不對 冰淇淋 可是冰淇淋 會找到它嗎 呵呵呵 不見得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齁 但是這個地方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齁 你要做以圖找圖的時候齁 你看齁 我們在 我就先回到我們 Google的這個首頁 Google首頁 上面這裡 是不是有 分很多不同功能 對不對 你要用這個功能 記得一定要進入圖片齁 你不能在這個搜尋 用 待會我要講的 你看我進到這個 圖片的功能 我現在找圖 我可以把剛剛那一張圖 剛剛這張圖 我就把它丟過去就好了齁 丟丟丟丟 我就直接丟過來 因為這一張 我可能在網路上 我不知道在哪裡 對不對 可是你的手機可能 你電腦裡面 隨身裡面有了 我就把它丟過來 他就會把這張圖片傳上去 還沒 看一下 丟過來 誒 今天失敗 為什麼呢 你這樣丟進去之後 他就會用那張圖片去找圖片 因為大家平常比較少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你平常都是關鍵字也好 或者是你在網路上 誒我看到某一張圖片之後 我再去用他所謂移圖找圖的功能 那事實上其實你可以從你自己的 檔案裡面就直接把它丟上去 這樣是可以的 好這樣是可以的齁 待會我再確認一下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平常各位 如果說 比如說您在找這個關鍵字的時候呢 比如說您可要找 跟植物有關的 好 比如說你要找那個馬英丹 這個蠻常見的 對不對 好 那你找到之後 像一般我們在找這樣子的時候 你可以 也可以怎樣 假如你要的是這一朵花 但是呢 你可以這樣丟上去 有沒有 這個也是以圖找圖 也是以圖找圖 所以你丟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這裡會變得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它前面就是關鍵字的前面 會變成那張圖片 那這樣就是以這個來找 那麼 我們用這個以圖找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 它 會 幫你自動找到你的什麼 關鍵字 我這樣是先 因為我先打關鍵字了 可是事實上 如果是像你剛剛那種方式 有沒有 我直接把自己的檔案丟上去的 它會自動找 你那一張圖片的關鍵字給你看 也許一個 也許兩個 也許三個 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 你透過這個搜尋之後 我們 除了 找到那張圖片外 比較重要的 你用以圖找圖 會找到什麼 跟這個網頁 跟這張圖片相關的資訊 我們常常講說照片會說話 對不對 有圖有正像 不是嗎 你就可以利用圖片 我去找到說 原來 這些東西是來自 可能是來自網路上哪些地方 它幫我們收集到的 所以這是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 那還有一種情形是 如果說 你在找這個圖片的時候 找這個圖片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現在找到這一張 真的 有沒有發現圖片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圖片比較小 那你可以從這邊 所有道角面去找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其實 如果說你假設 這個是在我們剛剛上一頁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平常我們都是點一下 它現在不是都是在下面直接打開嗎 對不對 你會不會直接就把這張這樣直接存下來 你平常都是這樣做嗎 建議不要這樣做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大哥很聰明 因為其實 如果呢 它這張圖 不管它是多大張 它會跟你的螢幕解析度有關 所以當你螢幕比較小的時候 它會把 就算大圖會縮小 那你在這邊直接 綠存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小圖 事實上是小圖 所以呢 你可以從 這邊看到 你看在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它的尺寸對不對 齁 我先找大的 我先按這個地方 按一下 那麼它就會告訴你 你這一張呢 有沒有其他的大小 不過剛好這一張 還真的沒有其他大小 都是510 有兩個而已的 對不對 600多 所以這個可能就 不是那麼大 來我換一個 好我們看看 換一個 這個很小的 那如果你怕 我平常找的時候 就會遇到這種 怎麼每次找都是小的 怎麼辦 你可以告訴它一件事情 來我回到上面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搜尋工具 平常大家有沒有用這個 比較少對不對齁 其實這裡你可以打開 你可以看到這個那個大小 你如果是這樣子 你就按大型的 這樣中小型 就不會 因為那個結果就不會出來 好 你就不用再自己再去過濾 自己再去過濾 所以你看 這個是1027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自訂大小 我要超過多少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 你可能是要運出來 給別人看的 網路上看可能還好 網路上還好 可是如果你要運出來 太小張很抱歉 解釋路就是不好看 好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邊設定 那 現在我點進去之後 102728也是這樣 好 也是只有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 來旁邊這邊 查看圖片 因為這個 才是它真正大小 好 這時候你才把它存下來 這樣才會比較OK 不然你老是存到那個小圖 就可惜了 好就可惜了 有時候你覺得說 奇怪 我明明是找夠大 為什麼 宰下來還是這麼小 這個是 您在找圖片的時候呢 的一個幾個小技巧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的 好 那你看我回到這邊來了 那麼 剛剛呢 先提到這個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 還有一個 在這裡 因為現在圖片 還有一個問題 版權對不對 好 如果說你比較擔心 版權問題的話 其實Google現在 有多做這個功能 事實上 呃 這個功能 就是這個版權過濾的功能 在Yahoo 比較早推出 Google本來是比較慢的 好 比較慢 所以你用Yahoo啦 用Google 你在這裡找看看 你看喔 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個 剛剛這邊來 你看我們 找到剛剛的這個 更多 一樣 在搜尋工具列這裡 你打開之後呢 放大一點 這樣 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條使用權限 嘿 當然你有過濾之後 他一定會變得比較 比較少一點嘛 結果一定會變得比較少 可是呢 他這裡有分 四種狀態 四種狀態 以為我們 單位的需求來講 就是非商業使用用途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說他是屬於營利單位的 好 那這個呢 他可能就是 要允許 可以利用再修改 這就屬於商業上使用可以的 欸 那你可以試看看 預測當然都不會 所以我 我從這邊 比如說我在這邊 非商業性使用 好 那這樣的結果 會變比較少一點 可是你在用的時候 至少你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好 比較不用那麼擔心說 會比較容易踩到地雷 當然 你要再更謹慎一點的 最好還是去他的原始網站上看一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 那麼 待會呢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 創用CC 這個 欸 各位有沒有上過那個創用CC的課程 沒有 這個 創用CC是這個 CC 這樣 創用CC 創作跟使用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要用別人的東西 如果你很謹慎的 我是不是要去問一下作者說 欸你願不願意授權給我 但是如果那個作者 作品很多 很忙掉 剛剛回答這些事就很累了 所以呢他就 有一個 一些圖是讓你一眼就可以看清楚說 我 這個作品 是怎麼樣去做授權的 怎麼樣去授權的 這也是創作跟使用 的一個授權 那麼 你用這個去找 可以找到教育部的 也有那個 欸我們台灣有一個創用CC計畫 好 那麼 以後你可以去 注意一下 他只要上面有這種圖的 等一下 在這邊 有一個創用CC授權 這是 有一個創用CC授權 好 你往下看 你會在網路上 如果說 因為現在有些網站的資源 好就是 他創作 那他在上面呢 會有一些圖示 會有這些圖示 會有一些這樣的圖示 去代表說 我的作品 的授權範圍 好的 授權範圍 那我一般是最喜歡一個人的 因為這種很單純 只要做姓名標示就好了 也就是說 我的素材是來自哪裡 那 沒有後面這兩個的 沒有後面這兩個 然後他就很單純 你只要標示好 你可以商業性使用 也可以去任意的傳播跟修改 這樣都OK 那如果你加上了右手邊這個 不能賺錢了嘛 對不對 就表示非商業性使用 就這兩個相交起來 非商業性使用 那 你它是可以修改 只是 不能用在商業用途 這樣子 所以你往下走 你看 一些網站上就會有這樣的標示 有沒有 這個 所以下次呢 你在找素材的時候 你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圖示越多了 當然 表示他要租手規範越多 好 那所以這一種 算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找找所謂的 創用CC 好 這樣的話 不管不只是圖片 包括了文字 包括了那個音樂 都一樣 因為它就是 在創作跟使用上的授權方式 這個是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